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贵族青年并非自然死亡 他们有的伸手异处 有的四肢分离 有的头骨上有箭头 显然是被利剑射杀 有的恶骨交错 显然是被一杀身亡的 这些悲惨的死者究竟是谁呢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帝国的统一 不仅使中国从一个地理概念 变为一个具体的 大一统的一种现实 而且使得帝国疆域里边的 地方性的文化 比方说齐文化 楚文化 鲁文化 燕文化等等 有了融合的基础 从此也使得秦 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但是秦帝国 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 二世亡 导致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很多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在陕西西安的区江市畔 这座规模很小的墓中 就是秦始皇的继任者 秦二世胡亥的领墓 胡亥是中国历史上 最短命的君王之一 即位近三年 大秦帝国便在他手中轰然倒塌 据史料记载 胡亥是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 最小的皇子 胡亥是怎样登上皇位的 他在位的三年里 秦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 秦始皇帝五次寻有 驻逼沙丘平太宫 秦始皇这时才四十九岁 但已经身染重病 奄奄一息 直到这时 他还很厌恶唐人死亡 导致没几个大臣知道他的兵情 他犯下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大秦帝国一直没有宣逸出军 不久 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撒手人寰 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在《世纪秦始皇本记》中记载 见证秦始皇最后时刻的是三个人 赵高 李斯和宥子胡亥 这三个人共同酝酿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伪造遗诏 杀掉长子扶苏 让胡亥即位为秦二世 实称沙丘之谋 在司马迁的陪下 沙丘之谋的经过是这样的 秦始皇临死前 写信给远在长城监军的长子扶苏 一回咸阳来参加丧事 在咸阳安葬 然而 秦始皇死后 掌管印喜事务的赵高却没有将心罚出 他找到胡亥 建议胡亥即位 胡亥起初还有些害怕 但禁不住皇位的诱惑点头同意 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 李斯得知赵高来意 其先言辞拒绝 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 最终屈服 参与伪造秦始皇遗诏 杀掉扶苏和蒙田 让胡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 决定秦始皇帝之后 谁继位的是三个人 赵高是主谋 胡亥是最重要的受益者 李斯是被胁迫的人 如果李斯不同意 可能在这一个赵高给胡亥 这个事情必定能办成 但是有可能让李斯脑袋搬家 所以李斯考虑过来考虑过去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身家利益 就被迫同意了赵高的阴谋 关于沙丘之谋的种种细节 胡亥害怕 李斯抵触 犹豫 赵高一步步说服他们 司马迁显得栩栩如生 仿佛亲眼所见 但是像这样的宫廷机密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司马迁 却没交代他是如何知晓的 以至于后世衍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 沙丘之谋是不是真实存在 作为一名使官 司马迁素以严谨之学组成于世 史记中的许多记录 也都被后来的考古发现 一一证实 可是这一次 人们却产生了怀疑 今天 学者们只能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 去编析沙丘之谋的蛛丝马迹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病逝沙丘 赵高李斯密布发丧 时至熟天 尸体在温凉车中发出了臭味 就下令 往车中装进有腥臭气的烟鱼 来加以掩盖 令人不解的是 秦始皇既然已经死亡 巡游车队并没有急于赶回咸阳安葬 而是遮向北方 从井行前往九园 九园 正是秦始皇的长子 扶苏和将军蒙田 束手长城的边关要阵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 因反对焚书坑儒 而被秦始皇贬到北方边境担任蒙田的监军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这是秦始皇在锻炼扶苏的军事才干 树立他在军中的威望 因为北方蒙田的三十万大军 是帝国最强悍的军队 蒙田等军事将领都认为 秦始皇在没有设立太子的情况下 派扶苏监军 显然有培养传位之一 为什么秦始皇在沙丘病重的时候 写了一个诏书 叫他的儿子长子扶苏 回去主持他的丧事 可见他喜欢小儿子 仅仅是带他出游而已 真到要传位的时候 他觉得还是他的长子更合适一点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想法 他为什么叫秦始皇啊 他觉得我叫始皇帝 下面就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 如果这样一个家族的承传顺序的话 他不得不考虑要找一个更胜任做皇帝的人 根据实际的记载 赵高和利斯伪造秦始皇赵书 列举扶苏盟田的罪状 辞命他们自杀 不管这个赵书是不是伪造的 事实上 秦始皇死后 赵高胡亥等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除掉公子扶苏和将军蒙田 虎害昭高等人 从九元回到咸阳 才发布至丧的公告 可以想见 他们是在如愿得到扶苏死讯 掌控了帝国军队之后 才放心地为秦始皇操办后事的 原生好奶 血浴珍品 辽原牦牛奶粉 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 辽原乳业 从未见过 从未想过 在探索中求紧 在行动中求证 大型科学时政节目原来如此 每周日精彩不断 我爸呀 没别的爱好 从小就叫我下棋 现在他老了 我陪他下 挺好 1977年 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 东城外上郊村陪葬墓的发掘 基本完成 以清理的八座墓 墓葬行制 全是带斜迫墓道的甲字形墓 这表明 他们等级很高 属于贵族级别 墓内清理完毕后 一幅幅令人震惊的景象 展现在人们面前 考古人员 在八座墓葬中 共发现七具骨甲 经过鉴定 出一具为20岁左右的女性外 其余都是30岁左右的男性 如此年龄 集体正常死亡 是不可能 由于这颗颅骨的下颌骨 向前突出 表现出十分痛苦和惊恐的样子 专家推测 死者可能是在毫无防备下 惨遭射杀的 从现场看 死者身手一出 但陪葬的器物 却有金 银 铜 铁 陶等二百多件 这件银蝉橱 造型生动 张口古墓 在他口腔内侧 刻有绍府二字 说明他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绍府 绍府是供养王室的机构 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人是被秦始皇殉葬的往世贵族 这些离奇的贵族陪葬墓 让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一下子回到两千二百多年前 根据史书记载 扶苏被刺死后 胡亥登基成帝 成为秦二世皇帝 尽管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然而胡亥并没有停止血腥的杀戮 在赵高的罗之罪名下 胡亥的十二位兄长 在咸阳市场上被斩首失重 公子江吕等三位皇兄 被囚禁在内宫里 最后三人流着眼泪 把剑自杀了 公子高见识不妙 想逃跑 有空家族被诛脸 于是就上书胡亥 请求为秦始皇殉葬 胡亥见到公子高的奏书 大为喜悦